占地4000坪工廠 这是自行车生产线 每天持续进行着 一个跟旅馆按照设计图 先裁切所需要的尺寸大小 别小看机器制作简单 还有许多直径大小材料 得依靠师傅们经验判断 将完成好的自行车备料 接着再进行焊接程序 设定镭射模组精准焊接 再透过人力校正位置 让自行车架达到出厂标准 焊接好之后 这处理过后 我们有再经过校正 校正可以达到我们图面的要求 看准自行车 全球市场需求量大 尤其是MIT台湾制造自行车 获得国际认可 不论是代工款或是设计款自行车 销量从2015年4万辆 2016年4万3000辆 到了2017年达到4万5000辆 年年攀升主要仍是自行车品质 送到国际肯定 人家不要做得定单 所以在这边看到的车子 是市面上本来就会看不太到的地方 因为我们的车架是比较复杂的 结构也比较难做 那他们这种都是以三轮车为主 自行车品质又稳定 产制过程 贴标作业 全靠人工细心于经验 接着再组装放入纸箱 准备出货直接销售至欧美国家 台湾的自行车呢 现在其实也面临很大的挑战 那主要是因为生产确实是过剩 产能全球都太大 但是呢台湾比较着重在这个软实力的部分 这款车的设计呢是非常整合性的 你可以非常轻松的从这边取出来 带回家换电 那它所有的设计都是防水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淋雨的问题 电动折叠小火箭 动力可以增幅30度以上的斜坡 提供你增幅各种崎岖路段 整体骑程提供了极速25公里 续航35公里的合用性 气弹变速让你在空无一人的地方 轻松弹射自己 搭配了避秤器减缓弹射的振动 前后叠下让你轻松降落在任何地方 帅气的都会造型车架上 安装了智慧电动辅助系统 只要兼换到驻动模式 你会立刻感觉到踏板上多了一双翅膀 把电动自行车所需的线路零件 透过俐落的设计收集在车身中心 只要兼换到驻动模式 你会聪明 优雅 无负担 而现在新型态日常自动车 设计时考量加装辅助动力 让骑程者可以骑得更远 还能侦测心跳与踩踏功率 自动车现在也成为物联网其中之一 设计研发聪明单车的就是他许浩婷 今年30岁东海大学工业设计系毕业 对设计单车很有一套刺激风格 透过整合性的电动辅助系统骑车移动 不担心被窃的风险 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是跟自民大厂 去做一个竞争的时候 也吃了很多闭门羹 我们也曾经失败过 那我们坚持了这五年下来 从一开始的一般的从设计生产 也就是进入市场 然后再去给市场考验 从自行车开始研发 现在研发日常自动车 竟然曾经失败过 对许浩婷来说坚持下去不放弃 也能获得市场正面评价 最近三年每年三百多万营收表现不错 固定成长百分之十左右 累计营业额突破千万元 把产品在设计跟完成量产之前 就可以有一些很好的思维跟需求给予我们 所以我们比较偏向做成一种量产客制化的概念 我们收集了一百两百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他们的客制化给他们的这种需求 做成一种量产的产品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发现 跟消费者跟市场走得很近的时候 它真正可以做到的就是 这款产品它是保证可以热卖的 自行车从设计导向 现在往电动化发展 正在改变台湾自行车产业生态 徐浩亭一路坚持到底 将设计理念尽情发挥 不担心市场接受度 只想把真正的聪明单车概念传递出去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